那么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现在以这个电路为例,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求解。 在上一周的课程里,我们介绍了电路求解的两种规范性的方法,也就是节点电压法和回路电流法。 我们现在以节点法为例来求解它,假设这是参考节点。 那么于是这个电路就有唯一的一个未知的节点电压,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了这个节点电压,我们这个电路的任意之路量就可以由U求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一块来共同写这个节点电压的方程,自电导是R1分之1加上R2分之1加上R3分之1乘以U,右侧是什么呢? 是US1比上R1加上US2比上R2,我们把它这个流控电压源先当成一个电源来看,加上R乘以I1比上R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节点电压来表示这个I1,那这个I1就在这儿,那是什么呢? 是US1-U比上R1,把它带到这里面来,于是我们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发现 R1加上R1加上R1加上R3,再加上R比上R1R3乘以U,就等于 R1加上R1加上R1R3乘以US1加上US2比上R2。 那么我们求解这样一个关于U的线性带数方程,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个电路所有的支路量了。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方程就是我们前一页讨论的Y等于AX1加上BX2。 这里的Y是这个,X1是这个,X2是这个。 A的系数,B的系数,由这些来确定。 好吧,沿着我们上一页的思想,那么应该有Y1'等于AX1,Y2'等于BX2,从而使得Y等于Y1'加上Y2'。 那把这些数学上的乘数,用电路来怎样表示呢?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样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是使得X1等于0,X2保持原来的值,我们同样的设它是参考点,设这叫U1'。 我们还用节点法来求,R1'加上R2'加上R3'乘以U1'是等于US2'比上R2'加上R1'比上R3'的。 那么在这里I1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负U1'比上R1的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 知道R1分之1加上R2分之1加上R3分之1 再加上R比上R1R3 乘以U1'是等于USR比上R2的 你看这很好 这个方程就意味着BX2 我们接下来来看另一件事 这里US1单独作用 US2-0 同样的把它设为参考点 这个叫U2' 还写节点方程 R1分之1加上R2分之1加上R3分之1 乘以U2' 等于US1比上R1再加上RI1比上R3 这里的I1是什么呢 是US1-U2'比上R1 那么再整理一下 得到R1分之1加上R2分之1加上R3分之1 再加上R2分之1加上R1比R1加上R3 乘以US1的 看到了吗 这个方程就相当于前面的Y1'等于AX1 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刚才这个电路 初始电路 所得到的解U 它自然的可以写成 这个电路所得到的解U1 和这个电路所得到的解U2之和 也就是U是等于U1'加上U2'的 当然了 这个电路很简单 我们没有必要杀鸡用牛刀 但是随着以后的学习 大家就可以发现 把一个电源单独作用 其他电源至0 这样可能会带来电路分析的辩解 好 我们现在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叠加定理 叠加定理是指的 在线性电路里面 任何一个支路量 都是 其他那些 每一个独立源 单独作用时 效果叠加的 子支路量的 代数核 那么这一点 虽然用文字描述比较费劲 但是通过此前那个例子 大家已经知道该怎么用了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 叠加效果 或者说单独作用的效果 是指的 一个独立源起作用 其他的不起作用 那么具体来说 什么叫独立源不起作用呢 对于电压源来讲 不起作用 就是使其值至零 我们在此前讲过 零值电压源 等效为零值电阻 等效为短路 不起作用的独立电流源 就是零值电流源 等效为无穷值电阻 等效为开路 对于电压源 有机器的电流 是不足的 是不足的 有机器的电流 有机器的电流 就是有机器的电流 就是有机器的电流 所以我们在电流 就是有机器的电流